大家好,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公民與社會的開箱複習講義 那首先呢先從他的目次的地方跟大家介紹 主要是把設政法經四個領域的部分分成三個單元 第一個部分是設政篇,接著是法律篇跟經濟篇 那以這個邏輯跟順序的話 同學在複習起來會是由潛入深的 整本書的前面會有三個章節去做單元的複習 那最後面呢會是學測實驚秀 也就是大考中心提供的參考試題跟試題演練的部分 讓同學做一個模擬的演練 那進到單元的部分 這邊會有一份各版本的開箱對照表 這是為了幫助使用各家課本的同學 都能夠參照這張表來去對照出自己大概要用哪個單元去做內容的複習 那進到單元之後呢 像這個是設政篇的考前發電機 它主要的功能是讓同學在比較一目瞭然兩頁之間 快速的將單元內的重點去做一個圖整式的 重新複習跟掌握重點 那它其實就是將大範圍的知識做新制圖的整理 進到單元之後呢 會有成就解鎖跟重點加速器 成就解鎖就是 將該單元裡面的課綱條目顯示出來 以及重要的考點秀給同學看 那重點加速器的部分 就是將內容的部分 以表格式的整理方式提供給同學 那這本算是比較詳細的複習講義 那同學在做全盤式的複習的話 很適合選用這本 那它裡面除了表格式整理以外 還有名詞開箱這種重點的名詞的提示 那裡面也會穿插一些圖文整合的整理 那像是內容的部分呢 也會有將比較複雜的概念 以表格的形式去做呈現 然後像左邊這邊名詞的補充 也是圖文穿插的模式 那到題目的部分 我們其中有一個設計叫做 學霸催化技 幫同學把歷屆中 比較容易出錯的題目做一個整理 並解析題目 那像是這一題 它的錯誤的選擇率就非常的高 那它會針對錯誤選項 選擇率較高的選項進行解析 那在題目的部分的話 除了單選題以外 也會有題主題 以及混合題 混合試題的部分 目前提供的題目 都是最符合大考中心試題要求的規格 那它除了會有選擇跟非選題以外 解析的部分也會提供完整的評分標準 那整本書的最後呢 還會有一個決策仿真模擬演練 那它其實就是將學測的題數跟時間一併考量進去 讓同學自己在家也可以做一個仿真的練習 那另外也會提供答題卷 讓同學練習一篇答題卷的手感 那這本書呢 是蠻詳細的複習講義 那希望同學們再多做參考 再分享一次 做個非常熟練 應該會有香 states latter會我覺得 這個你upa一定要講 你要不要但是 這些哎唯狂的答案 你就stre進去 那些了 你可以做點